剛剛我們想做一個找回直線方程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利用點到距離公式 什麼意思呢 留意你今天是個圓形 然後你再有兩條tangent這樣切過來 我們會知道你圓形去這個tangent的距離應該就是我們那個距離 這個等於半徑 所以我們今天會有個圓形方程叫做x2加y2-112-x 再加66y等於0 憑著這條方程我們會有center等於56-33 然後radius是56的square加33的square 就是65 所以我們會有 你用回一個直線 叫做y等於3over4x加c 但我們用到距離公式的時候 我們要是axy加by加4等於0 所以我們可以寫回 4y等於3x加4c 也就是3x-4y加4c等於0 你用回這個距離公式的話 你用回這個距離公式的話 我們會有3x2 你原心開始拉起的 所以就是3x56-4x-33 最後就加回4c 除了3square加4square 再square它等於65 OK 那當你計到這裡的時候 等我一會兒 等我copy一下頁先 OK 那當你計到這裡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有些什麼呢 就是呢 我們會有上面計一計 上面 上面計一計先 對啦 上面計一計先 OK 3乘以56-4x-33 出來答案是300加4c OK 那這個over是5 3square加4square 就是5 對啦 這樣的話呢 它就等於65 或者 因為這個數 你不看這個數值 你不看正負 就是65 所以它本身可以等於65 或者它本身可以等於65 所以就是300加4c over5 等於65 所以就有300加4c 等於65乘5 就是325 所以你會解決到 c就是325-300 除4 那你會解決到 是6.25 而旁邊呢 就是300加4c 就是-325 所以4c就等於-625 所以c就等於-625 over4 那我跟我們剛剛做這個聯絡方程出來的兩個Y字 它是完全一樣的 那當然是一樣的 所以我會提供一下距離公式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你可以快速地把答案 而這個方法呢 是這個題是可以的 因為它沒有局限 你一定要用Hands Part 即它沒有跟你說 一定要用聯絡方程的方法來做 就是這樣了 所以這題是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幫你找回那個Y字 就是這樣 沒有錯 但是這題是一個方法來做的 在一個方法來做的 我們要 banget 然後用看中的方法來做 我覺得我們可以有甚麼方法來做 就是這題是有甚麼方法來做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得來做